大家好,我是PhDVlog,想一个十岸粉丝的牌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那么现在呢,开了一个频道,对吧,在Discord上面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可以加入这个Discord频道 我们现在呢,再一起和大家合力写一些survey 所以说你要是感兴趣,想写一些论文的话呢,你可以来找我 我们写的东西呢,都其实不是非常的难,对吧,写一些综书啊,这样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跑什么具体的东西 不需要拿GPU去算呀,或者怎么样 我们不是写benchmark 然后呢,我们也不是去写一个新的架构 我们呢,就是把以前有的架构呢,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做这么一件work,所以这个work呢,我觉得大家上手起来呢,应该不是很难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件什么样的文章呢 今天我们来讲的文章呢,叫做Almo Almo呢,是一个芝麻接敌的角色 当然后面的board呀,什么也都是这个芝麻接敌的角色了 所以说呢,就是这么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是在board和JPT出来之前的时候呢 相对于是LSTM最后风光的一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Almo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模式 它就是有一个锯子输入进来 然后这个锯子应该是经过Embedding的一个锯子 然后这个锯子输入进来之后呢 放到一个LSTM里面 那左边的LSTM都是从左向右这样的进行 也就是说从前到后看这个锯子 然后右边两个这个LSTM层呢 是从右到往左看这个锯子 所以就是把这个锯子呢,从反观方向去看一下 然后最后把它们俩东西呢,给它融合在一起 最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Embedding的结果 这就是Almo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想法呢,非常简单 这个模型呢也很简单 但是你要知道LSTM这个模型 其实不是非常的稳定 如果你训练的话 你会发现它每次训练出来的结果呢 都不太一样 所以Almo最后的结果呢 也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它呢,还是这么多LSTM拼在一起 那结果呢,就只会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了 所以Almo呢,其实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模式 它就跟GAN和Defusion的关系差不多 GAN那个时候呢,其实就非常的不稳定了 然后到后面呢,虽然给想了一些办法 让它变得更稳定一些 但是呢,效果肯定不如Defusion 后来出现更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到了一个就是说不太稳定的这样一个情况 大家开始已经大力出奇迹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技术基点 这样的话呢,就是后面会有一个新的技术呢 来取代这个技术 然后呢,整个这个东西都会变得更加稳定一些 好了,就是它做Scale做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已经就是快垮塌了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Fundimental Model 然后来取代这个Model 让它一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这个想法呢,非常的简单 对吧,就是一个词进来 对吧,一个句子进来 然后这个句子进来之后呢 然后经过LSTM,对吧 这是两个方向的LSTM 这么进行一个这个完全的操作 操作完了之后呢 它最后就得到一个结果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 那我们既然LSTM可以再出一个句子 那我就是弄电影 因为LSTM有方向嘛 可以我弄这个方向的和那个方向的 两方向的LSTM 然后最后呢,再多弄几层 对吧,这就是Model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 那IOMO呢,其实它这个公式呢 也非常简单,对吧 就是LSTM有这个方向的 还有这个方向的 然后最后呢,做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呢,IOMO呢 在各种各样的任务上的效果呢 都是比以前的方法要好的 那毕竟它的参数量呢 也是摆在那儿的 参数量呢,非常的大 当然IOMO有个问题 就是它非常不稳定 它训练到后面的时候很容易崩掉 因为这个LSTM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IOMO呢 它在做不同的任务的时候呢 你也会发现就是说 它在不同的层呢 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它这个图画成这个样子的目的就是 有些人它打印出来呢 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是吧 所以说如果打印出来是一个黑白的话呢 它就是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不同的斑点啊 或者不同的颜色啊 给它区分一下 如果你要是就是这个 从黑到白的话呢 它这个看的不是很明显 所以它呢就是使用了不同的python 然后呢给大家去区分一下 如果你打印机是黑白打印机的话 打印出来的话 这个图呢依然是可以比较好的看到的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idea吧 然后这个图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在不同的任务上面呢 它其实就是说 每一个层它的表现情况是不好 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呢就是 比如说在这个任务上呢 可能这个层的表现呢 就可能这个层表现就会好一点 可能在这个任务上呢 可能这个层就会表现得好一点 对吧 在每一个不同的任务上 它的每就是需要抽取不同的层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表现 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吧 那最后呢就给大家看一看 Elmo呢 还有Bort和这个GPT它的区别 那Elmo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那Bort和GPT呢 就是这样的组织形式 那之前这个图呢 它在这个Elmo里面的 画成这个样子 在后面的Bort里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加强了一下 就是在Bort里的时候 它分析了一下 在每一个层 它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以后呢 讲Bort的时候 给大家再讲一讲 这个文章呢 是一篇上古的文章了 就是你大概看一看 这个文章就行了 大概至少有这样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算是历史的一部分 它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在今天 因为今天你明天有更好的方法 对吧 有transformer based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看它的连接方式呢 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能看到这个Bort和GPT呢 它的连接的这个方式呢 可能更紧密一点 那更紧密一点的话呢 这样它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result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就说呢 今天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拉扇规制model呢 你看拉扇规制model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transformer 然后呢 这个拆出来一个模块 拆出来一个组件 然后把它呢 变得更大一点 拼出来一个更大的模型 然后呢 我们再为进去更多的数据 当然呢 这个数据呢 就说后面发现的 为多的数据呢 可能也不一定好 因为有的数据呢 它可能就是从一些这种 奇奇怪的论坛上来的数据 那上面的人英文都讲的不对 对吧 所以说呢 它就还要再筛选一下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今天拉扇规模特呢 可能就是筛筛数据 然后呢 再把模型做大一点 所以说拉扇规模特呢 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做的东西 就说你今天又可以大力出奇迹 然后又可以 因为就是很简单嘛 大家都在做这个方向 所以这为什么大家都在做拉扇规模特 也是为什么我们的survey呢 要写拉扇规模特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就说说技术基点这个事情 也说呢 当我们一个东西啊 它做的就是 大家已经就是卷到最后 它已经卷到没有地方可以卷的时候呢 一般就会出现一个技术基点 比如说呢 蒸汽机大家卷到 就是已经卷到不能再卷的时候 对吧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新的东西 比如说电动机 然后呢 当以前汽油科技 这个石油科技发展到一定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后面就会开始出现 就是这个计算机革命啊 这些东西 在这个deep learning领域呢 它也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呢 它那个GAN呢 已经研究了 就是什么bigGAN啊 什么东西 到后面已经研究了 就是已经研究 就是它已经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是最后发现效果还是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说diffusion呢 就会被大家从那个坟里给挖出来 然后呢 diffusion呢 就给它搞出来了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技术基点 包括像我们transformer也是这样的 那以前的时候呢 大家用什么lstm呀 这样的序列的这个模式 或者什么cnn加上lstm呀 这样的序列处理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 它这个attention处理能力呢 不好 是吧 那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就产生一个技术基点 那么lstm 不是 那么lstm就会被这个transformer 这样的模型呢 给取代 那transformer呢 它呢 就是通过计算局卷的方法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embeding的结果 对吧 就是你们呢 不管是全局的 还是局务的变量 它都能够看出来 哎 好了 那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